你会觉得柏林是一个适合跳水的好地方吗? 是的,因为我两次来柏林都跳出了还不错的成绩,也非常喜欢柏林。 这是去年陈玉希在柏林跳水世界杯的采访画面,她知恩柏林是个好地方,来了两次都取得还不错的成绩, 其实不然,她连续两年在这个地方拿到了双冠王,可以说这就是她的福地。 但是今年的跳水世界杯柏林战,陈玉希竟然缺邪了,这样很多网友都很疑惑,究竟是什么原因? 是陈玉希放弃这次夺冠的机会,在官方没有给出回应之前,这也让网友们都议论纷纷,有人说是陈玉希遭遇了伤病, 还有人说这是周济红的深谋远虑,更离谱的说法是,因为她早连事件被禁赛,一时间各种猜疑充斥了整个网络, 陈玉希缺席的话题也被闹得沸沸扬扬,中国跳水队领队周济红, 针对本次柏林世界杯分战赛,陈玉希的缺席做出了回应,她表示由于今年的赛程密集,间隔时间短, 为了让运动员得到调整,更好地保护运动员,避免出现伤病,所以对部分主力队员的赛程进行了调整, 在周主任的回应中不难看出,她把重心放在了接下来要举行的世界杯总决赛, 以及巴黎奥运会上,只是把这次柏林分战赛当作一次练兵的机会, 在保证重点项目能夺冠的情况下,仅仅只安排了五人参赛, 让其他的运动员得到更充足的调整时间,全身心备战下个赛程, 这样的回应也得到很多网友们的认可,不管怎样, 出于保护运动员,为运动员的身体着想,这样的决策也算明智之举, 但是为好让陈玉希调整休息,而不是全红禅。 如果你也喜欢禅宝的话,请为她点赞,强烈推荐让更多支持她的人看到, 为她加油,我们都知道,在刚结束的蒙特利尔跳水世界杯上, 陈玉希凭借完美发挥,取得了三管盲的成就, 赛后更是谈到自己终于完成了所有比赛,感觉自己有点累。 面对今年如此密集的跳水赛事, 每个参赛的运动员都承受着心理和身体上巨大的压力, 对于陈玉希而言,她被连续安排参加了三个项目, 虽然取得的成绩非常耀眼夺目,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,她说自己终于完成了所有比赛, 言外之意可能她也是身不由己, 为了能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也是拼, 可见在蒙特利尔站,陈玉希是真的累了, 她赛后采访时用英文回答, 再次遭到网友们明朝暗抚, 更过分的是被称之崇洋媚外, 面对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, 怕她的比赛状态受到影响, 更是为了长远打算, 不得不放弃此次柏林世界杯分战赛的参赛机会, 因为她们的目标是巴黎奥运会, 这届奥运会对陈玉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 有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, 所以保证良好的身体状态是最为关键, 陈玉希柏林站的缺席, 对于全红柴而言, 无疑是一次极荡的考验, 同时失去了夺取双管王的机会, 众所周知, 近两年的各种跳水大赛, 禅宝都是因为个别动作失误而错失的冠军, 可能是她身体发抑的原因, 也可能是心理或技术的问题, 不管怎样, 全红柴在决赛上所展现出的不稳定性, 让其教练和网友们很是担忧, 就像在蒙特利尔站, 不是最后一跳的力挽狂澜, 可能连400分都上不了, 这次柏林分战赛让全红柴参加, 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她的竞技状态, 给她锻炼的机会, 但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, 本来担任施米苔项目, 一直都有着双宝血, 由于陈玉系的曲细, 压力一下子就落到了全红柴身上, 虽然禅宝拿到冠军没什么压力, 但是如果冠军意外旁落的话, 这个责任全红柴该如何承担, 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赛程, 能不能顺利参加巴黎奥运会, 这些潜在的未知数, 都是对禅宝极大的考验, 所以说, 这次周记洪柏林站的派兵布阵, 看似一江春水向东流, 实则并非那么简单, 对于这样的安排, 是福还是祸, 当看到全红柴在世界杯的战场上, 以无敌的状态狂甩对手千里之万, 我才明白, 不是国外选手不争气, 而是中国产宝太给力, 没有对手的比赛无疑是可怕, 当外国教练还在为争夺银牌而抓耳挠塞时, 我们的陈若林教练, 胸有成竹的会心一笑, 这时全场响起震耳欲拢的欢呼声, 全红柴竟然再次跳出满分动作, 简直太炸裂了吧, 蝉宝悠207C满分成绩告诉全世界, 曾经那个奥运冠军已经王者归来, 未来将有无限可能, 这激动人心的一幕, 发生在2024年国际永年, 跳水世界杯女子担任十米台决赛上, 作为世界跳水三大赛之一的世界杯, 本次比赛会结了国际各路陆林好汉, 他们将在这里一决高下, 其中内功最为深厚的当属中国小将全红禅, 而他的师姐陈玉希因上次的赛事, 用力过度而上了元气, 休闭关修炼, 就只能暂时缺席本次大赛, 对于师姐的突然退出, 禅宝也顿感无助, 他只能独自面对众多外国顶尖高手, 全红禅能否顶住压力, 让我们进入比赛一探究竟, 首先出场的是一人数出名的巴格牙路, 只见他凌空一跃站上了十米高台, 第一跳他选择的是, 难度系数2.8的405躯体, 看似小小的身躯, 居然能砸出这么大的水花, 果然没让教练失望, 看得他目瞪口呆, 也是一脸嫌弃的样子, 最终裁判打分就不看了, 就着水平几乎已经告别奖牌了, 好好想想比赛结束, 怎么去安抚教练吗? 紧接的是来自英国的斯潘多里尼, 他在预赛上排名第二, 实力也是很挖赛的, 第一轮选择臂力动作6243D, 哇还不错啊, 这一跳总体发挥不错, 就是入水后的水花没有完全压好, 导致水花往外冒, 裁判经过片刻的思考, 给出了当前最高的80分, 接下来看看全红禅的表现吧, 他选择难度系数3.0的107比, 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 玄红禅这一跳堪称完美, 不论是起跳高度, 还是空中姿态, 都没有任何瑕疵, 裁判控制了下激动的情绪, 随即打出了81分, 紧接着来到第二轮的较量, 因为小日子的实力不值一提, 就直接把他放弃了, 我们来看英国选手, 他第二跳选择407C, 这一跳身体打开有点过躁, 导致入水角度不够垂直, 水花直接炸起来了, 这个动作裁判只给出52.8分, 全红禅最后一个上场, 这一轮他选择同样的动作407C, 可能是受到了英国闺蜜的影响, 他们犯了同样的问题, 都是身体打开过躁, 这一跳最终拿到了80分, 第二轮结束, 全红禅已经遥遥领先, 紧接着来到第三轮的较量, 英国的斯潘多利尼, 这一跳选择蓝度3.0的107比, 来自英国, 哇,真的很轻哦, 看他的动作很是轻盈, 果然是天赋型选手, 虽然个子相对较大, 但是动作处理还是非常细腻的, 这一跳拿到了73分, 紧跟其后上场的是全红禅, 这一轮选择的是碧莉动作6243D, 哇,好漂亮, 真漂亮, 全红禅这一跳完成质量很好, 从起跳到入水一切合成, 而且入水后非常干净利落, 水花几乎没有, 这一跳拿到了86.4分, 三轮过后, 全红禅继续扩大比分, 随后来到关键的第四轮动作, 斯潘多里尼选择难度细数2.8的305C动作, 稳扎稳打争取一枚奖牌, 可这一跳却出现了失误, 身体打开的时机没有控制好, 入水的水花有点棒, 这一轮裁判仅仅给出了54.6分, 我们接着来看中国选手全红禅的表现, 他本轮选择难度3.3的207C, 这个动作是他的噩梦, 曾出现过很多次失误, 注意入水, 哇哦, 太漂亮了, 完美无瑕, 全红禅这一跳太震撼, 真实入水, 简直无懈可击, 全场最完美的207C, 在线水花消失数, 所有裁判齐刷刷地打出了满分, 最终这一跳拿到了满分99分, 这一轮过后, 基本上毫无悬念地提前锁钉冠决, 随着欢呼声的此起彼落, 比赛来到最终的对决, 英国选手这一跳选择5253B, 入水还是不错, 就是在水下过早收尾, 导致出现了二次水花, 这一跳拿到了75.2分, 这时, 除了全红禅, 所有选手五跳均已完成, 他们的总成绩, 竟然没有超过缠宝四个动作的积分, 这实力真是太恐怖了, 我们期待下, 缠宝的最终得分会是多少, 最后一套5253B动作, 稳稳地结束比赛。 最终全红禅以总分432.8分的成绩, 狂甩英国选手将近100分强势夺冠, 全红禅在赛事密集, 身体疲劳的状态下, 仍然能保持这样的高水准, 确实太强大, 让我们一起祝贺全红禅成功夺冠, 为中国队拿到金牌, 再次让五星黄旗飘扬在国际赛场, 太不可思议了, 有网友竟然识破了周济红如此缜密的计划, 不得不承认, 周主任为了陈玉希, 可谓是煞费苦心, 不过总是这样玩, 就没意思了, 被网友们识破,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, 这不, 白娘子喝了熊黄酒, 终于露出破绽了吧。 两个女孩吧, 都跳出了比较高的水平, 陈玉希五个动作效果都拉得很直, 所以虽然说运动员遇到了感冒, 包括她在这个预赛中第六组, 跳完以后流鼻血这些, 还是很坚强, 很顽强, 能够挺过来, 尤其在决赛中表现得很出色。 不同于全红禅的天赋, 陈玉希只有靠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, 这让领队周济红极为赏失, 经过她的重点培养,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跳水赛事, 陈玉希都是毫不缺席, 可这次的世界杯她竟然放弃了, 真的深感异常, 难怪网友们都想深究其中的原因, 可能是因为陈玉希的缺席, 让比赛失去了悬孽, 可以想象到全红禅碾压时的表现, 拿到冠军, 还真有点不太习惯了, 可以看出, 禅暴这次的柏林之行, 却显得格外的轻松惬夜, 跟师兄们一起打乒乓球, 一起去看篮球比赛, 真的是玩得博弈乐乎, 看她高线的手舞足蹈, 多么珍视,纯粹,可爱的小姑娘啊, 此时陈玉希在家里调整休息, 而全红禅却飘扬过海, 来到了柏林比赛, 这次的竞赛, 虽然会给禅宝带来一定的大赛经验, 但是身体的疲劳, 精力和时间对她都是一种消耗, 波德不说, 周主任为了陈玉希的奥运冠军, 真的是拼, 甚至把世界杯上的单人和双人两块金牌, 说放就都放, 就连全红禅都无缘双人金牌, 当知道, 周继红周主任安排张佳琪和张敏杰, 参加柏林战双人十米台比赛时, 网友们却不淡定, 纷纷喊话周主任, 你不觉得全红禅和张佳琪的组合会更合适吗? 这可是大众呼声最高的两个人, 也是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的第一和第二, 他们两个人的实力, 都是有目共睹的, 更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表现, 用天下无双来形容也不为过吧, 特别是张佳琪, 可以说她是个时运不济的小女孩, 有很多人都在为她鸣不平, 更是建议此次世界杯陈玉希既然不能参赛, 为什么不能给小金豆一个机会呢? 让她代表国家出展, 为国争贯, 相信以她娴熟的跳水技术, 逼押国外一众选手拿个银牌, 还是不在话下, 既然能安排她和张敏杰参加双人比赛, 为何单人却不能给她的机会了? 真的想不通周主任, 如此的安排寓意合谓, 宁愿把单人比赛的银牌拱手让给外国选手, 也不想让人顶替陈玉希的位置, 无论如何, 能看到陈玉希在玻璃那种轻松惬意的状态, 就感到莫名的心安, 至少说明她这次是轻装上阵, 没有太大的压力, 对于我们粉丝而言, 能看到陈玉希的比赛就非常开心, 虽然这次少了陈玉希这位实力强劲的队友, 拿到冠军应该是毫无悬念, 在奥运会的赛场上, 全红禅的表现更是惊艳四座, 她的五个动作有三个获得了满分, 其中一个动作更是得到了七个满分, 那一跳仿佛是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, 震惊了全球跳水技, 连那些酒精沙场的体育名将都对她的表现赞不绝口, 跳水队的全红禅啊, 包括这次冬奥会比较火苏一鸣啊, 他们都是这种年轻一代的, 应该叫小魔王也好, 他们都是现在中国体育的一个旗帜, 国金金等体育界的知名人士, 更是对她赞有加, 全红禅她确实这次奥运表现得非常好, 所有人也看到她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真是无懈可击, 由此可见全红禅的实力之强, 然而这位天赋异禀的运动员, 也难逃世间的纷扰, 尽管全红禅备受关注和喜爱, 但这个出生意农民家庭的孩子, 也遭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非议和打压, 领对周介红的冷嘲热讽, 这个项目很难说, 他不确定的因素会很多, 可能他今天是奥运会冠军, 没准再有一个月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, 这些话更是像一把尖刀, 刺向了他那脆弱的心灵, 但全红禅并没有被这些打压激狂, 反而将他们化为了前进的动力, 他深知, 只有不断地努力,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, 才能为国家争光, 全红禅, 这位从农村填寒家庭走出的孩子, 经历了种种艰辛, 但正是这些经历, 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目标, 他只想改变家庭的命运, 只想在跳水的道路上走得更远, 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和质疑, 他都会坚定地前行, 因为他知道, 只有自己, 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, 我们也将一直支持, 为他加油打气, 禅宝, 不要害怕, 不要气馁, 在跳水的道路上, 你已经走得很远了, 我们相信你会用最好的成绩, 来回报父母和祖国, 在此之前,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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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